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几次都过来现场进行调烟 还请一些专家过来现场把关提了很多做方案 因为它这个地方它这个长年都是那种 从上往下冲击的一个水流 而且水流比较大 第二就是它水那个能源度非常之差 同篇考虑一下那个当地的地理水温条件 发现它只能做那个尾烟的方式是更科学的 确定了发掘区域 先得摸清楚陈吟的具体地点 如同电视剧里碳雷的工兵 遗气发出声响 说明额卵室下有金属 在地面上密布导线 是为了探寻核道基岩的构造情况 我们借助了一些科技手段 比如我们做物理探测 通过这种磁法 电法 还有一些碳密雷达 通过这些相应的科技手段 会有一些异常区域 这些异常区域呢 可能就和这种地下的这种 岩石间的这种金属分布 是有关系的 根据探测的结果 两万平方米的维燕里 被划定出了几个重点发掘区 明江彭山江口段 每年枯水期 仅有冬季的三到四个月 本年度的发掘 必须抢在四个月之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下降 老的应生之后 还是没空半数 老的这枚精硬的犯罪嫌疑人 撞上了大运 一出手就是八百万 文物贩子再出手 三千二百万 后来犯罪嫌疑人和文物贩子 一并进了看守所 就关在离这里不远的监房里 形象这么完好 五十两这么精美 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这也是一级文物中的甲级 这是伯伯级 金定五十两 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 供王府足金五十两镇 天启是明西中的纪念 天启元年及一六二一年 这是长沙府尽献给藩王的贡金 长沙府尽献给藩王的金定 为何藏身明江了呢 五十两的大金定 这是头一次现身 这个很有代表性 这是一百两的 一般的是五十两 这是一百两 一百两 现在现存的一百两的 仅有这几个 盈定一百两 长期的浸泡 令盈定呈现出了灰黑色 征完万历二十七年 分都水司 正银一百两正 这也是明朝的一物 核算成现代的计量单位 这枚银定的重量 将近四公斤 此等体量的银定 前所未见 暂存在监房里的赃物 也就是收缴来的文物 有一千多件 专家鉴定 这些文物 当下的市值 超过了三个亿 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就有八件 请收缴自犯罪嫌疑人的宝物 就这么多 不难想象 藏在明江里的宝物 肯定少不了 那么谁有这么多的财宝 并且将财宝 藏在了明江里呢 民间传说 陈宝的人 是明末农民军领袖 曾在成都建立 大西国的张献忠 1646年 张献忠拉宝的船队 遭明军偷袭 传臣明江 民间传说 与文献记载 都认为 明江里藏着财宝 公安部门收缴来的文物 亦是证实了这一点 但陈宝的人 到底是不是张献忠 宝船 沉在了哪呢 明江 明江彭山江口段 江面宽阔 河道拐弯分叉 江的北岸是茂密的山林 船行至此 船速放缓 这是伏击江上行船的 绝佳地段 三百多年前 江面的拐弯处 隐藏着战船 密林里 埋伏着军事 文献有记载 这是个古战场 它到成都 距离在五十公里左右 那么这个位置我们来看 它是两条河的会合柱 会合以后江面就更宽了 那么不管要守住它 要守住成都 或者说要冲出成都 这个位置 应该都是一个兵家毕正之地 前些年 孙明就是在这一段河岸上 捡到的营地 犯罪嫌疑人 也是在这一片江面下边 捞出的经地 营地和亲印 这里极有可能是张献忠 拉保船队被击沉的地点 考古人员决定 将这里 彭山江口镇的江面 作为破解张献忠 沉吟之谜的 考古发掘现场 民间传说 石牛对石骨 金银万万五 对着石牛和石骨的江面 就是沉吟的地方 但石牛和石骨在哪儿 三百多年了 没人见到过 石牛和石骨难觅其踪 密林里的另一对石雕 却早已被乡名熟知 石虎矗立岩石 南跳明江 石龙置身崖壁 也对着明江 石龙与石虎的不远处 灵墓间隐匿着一幅颜客 石龙对石虎 金银翠山守 石龙对石虎 金银多如山 颜客置于民国年间 细细品味 石文似乎暗示着什么 我们的县子上有记载 就是说石龙是松带就有的 当时是有石龙有石虎 石虎是在旁边可能有百八米的地方 石虎是很多年一切就被破坏了 因为石龙跟石虎 对下去这条沟就喊了石龙沟 石龙沟下去就是江口镇的 就是两江汇和处 颜客上的石龙对石虎 与民谣中的石牛对石虎 说的有可能是异回事 彭山芽牧博物馆 金身的王母娘娘眼皮底下 考古队的临时驻地 博物馆的后院 汉代芽牧 石棺 石灶 石狗 三十多年前 考古人员发现了芽牧 芽牧里惊现了这幅温情的石雕 它被誉为天下第一吻 石龙 石虎 石墨 石像 都正对着考古人员 确定的陈吟地点 这会是巧合吗 清理河床上的鹅卵石 尚需时 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所珍藏的文物足以令人称误 这些文物是前些年在江口镇明江河道施工时发现的 纯金的金册长二十多厘米 宽十厘米 重七百四十克 国家一级文物 以上边的文字看 这可能是张献忠称帝后 颁布的某种法令的封印 这个金册长的名字 大喜大舍二年 谁在野营 无有数字人物 他可能后头还有机材 现在我们收集到的就只有第一材 可能就很说明问题 因为他当时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喜馆 他的银河 啥子的有 所以说这赏民的信息 对研究张献忠 那烈石啊 也就是当时的经济啊 那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舍物之类 希望赏工 金币 银币 大喜是张献忠的国号 希望赏工呢 它不是一种流通的货币 它就是赏赐给有工的这些 它的成子的这样的一种 带有纪念性质 或者军工当性质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有报道说 前些年与此相同的一枚金币拍卖时 以260万港币成交 50辆银钉 明目 一辆白银可以购买近400公斤粮食 50辆 1860克 在明目 这只银钉足够百户普通人家 一年的口粮 这种就是当时它银钉之后 它就是检查之后 它烧了 烧了就不需要还补去 所以这里就补了一图 把就是当时这个重量补够 快两个月了 终于建到了河床 长期的冲刷 致使河床上的红色基岩 变做了沟壑 经营的比重较大 藏身的地方在沟底 农家的虫头被派上了用场 长时间的勘探 挖掘鹅软石 河床坦目 沟基 碎石 收获不少 河床坦目 河床坦目 这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梅花精致带寇 古时 才子佳人以松 梅 竹 橘 自育 落到张献忠手里 全没了高贵与典雅 精美的金挂式 锐售金扣 兰花金戒指 这些起做工精细 绝非寻常百姓所有 原本养尊处优的明朝贵州 赶上张献忠的农民军 性命难保 财业就更别说了 江口陈吟考古工地 一如既往 紧张 但有条顾纹 穿黄马甲的是工地上雇来的民工 负责清理泥沙 穿红马甲的是包括志愿者在内的考古队员 泥沙被清理出去以后 发觉就是考古队员的事了 又是一个聚宝盆 15号金扣 15号金扣 镂空 齐宁文 镂空 齐宁文 花瓣金三 曾经将她戴在头上的人 是一位贵妇 双叶金氏 银氏 泥沙里溅入出的圆柱形物体 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将泥沙清理干净以后 这是一根基本完整的木壳 木壳里的银钉 马放齐整 木壳的四周散布着许多银钉 木壳形式上来看呢 应该是一根木棒 或者叫做这个可能是一种比较小的那种树干 他把它那个抛成两半 然后中间把它掏空 然后这个在两头有这种银帽结构 但是有的有有的没有 这个不是这个一定的 然后再用那个铁片把它勾起来 这样它中间就有一个空的枪 这个枪里面就装那个银钉 文献记载 张献忠曾以木壳装运银钉 木壳是将原木从中剖开 中间挖空 把银钉装进去 完后扣上也被挖空的原木的另一半 以金属片将原木固起来 银钉装在这种特质的木壳里 严丝合缝 张献忠用这种木壳来运银钉 第一可能就是说这种那个 加工方式比较简单 第二点就是这个 它这种那个运银的方式嘛 可能也比较这个隐蔽 而且运输起来 第三点就是可能运输起来 比较简单 刚刚发掘出来的遗物 在第一时间 要被送到停在现场的文物保护车上 做保护性处理 银钉内中的套圈 像是树木的年轮 这样的圆圈越多越清晰 说明银钉的成色越好 少有其他低价值金属混洒 作为硬通货 每枚银钉都必须严守计量 大部分银钉上都有制银工匠的流明 如果查出银钉成色不足或者缺金短两 工匠是要被制罪的 这个银钉上本身有很多文字 他从湖南来 从湖北来 江西来 怎么来的 那至于涉及到他背后的历史 张献忠呢 他起义之后 比如说他征战南北 从湖北湖南这样一直打到成都 他从各个地方的官府 或者藩王那里就抢夺了来这样的一批物品 他和我们现在社会一样 他有税收 他有他的官员的一个体系 从这样的文字里 我们又可以分析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考古发掘出水的一批金银侧 以上边的文字看 也都是明朝的 这些金册银侧 主要就是和当年 明王朝册封子孙 来巩固王朝的统治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封王就用金册 封郡王下面的 就是用银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朝完了 重真死了 江西海昏侯木 隋葬的五珠钱足有二百万枚 这是西汉的遗物 至于说它是怎么沉浸冥江的 答案或许很简单 仙人不小心掉进江里的 但也不排除是张献忠 自某位收藏爱好者那里抢来的 仍旧是阴沉沉的天 仍旧是盲目的发掘 康古工地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 新的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仪沙下渐动出了金灿灿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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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沙下渐动出了金灿的色彩 既是阶线使用公司的 不准新也住在这哈渐动出了金灿的色彩 仲然回到金灿的色彩 通知的色彩仇沙下渐动出了金灿的色彩 价光下渐动出了金灿的色彩价 付来的角度出了金灿的色彩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可以拍在周固環境 一会儿竭回来再拍一张这个片 这个字儿很不清楚 太不清楚了 颗十很浅 基本上看不见 不像上次那种 荣王孙宅景 封为荣王寿以金测 先下一块 好了 这个应该 这个和之前一个能凑成一对 之前我一看我就看见 这个应该和之前有一个能凑成一对 荣王的 荣王一针的 应该没问题 我记得那个是到一字 这个是到真字 应该是 考古人员提到的 能够与这一块金测成侧的金测 暂存在看守所的监房里 原本成侧的两块金测 一半被公文部门收缴 另一半被考古人员发掘出水 还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呢 这四块金测的主人分别是 后勋 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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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为他孙辈以下的子嗣 制定了备份表 比如为朱棣的子孙制定的备份表为 高瞻旗 高瞻旗见幼 后宰 一长游 性在前 第二个字是被份 第三个字以木 火 土 金 水 作为偏堂 以此看来 后勋 宰 宰 宰 一针 长元四个人是依次的父子关系 四个人的金册竟然都被张献忠抢走了 竟然又都被考古人员发掘了出来 三百年前的不可思议延续到了当今 这些金银册的县市极大地丰富了探究明代历史的实距 近半年的江口陈寅考古发掘 大量出水的遗物印证了考古人员最初的推断 这里就是张献忠陈寅的地方 无论是他装银定的这个木窍以及他的银定上的文字 还有他的金册银册上所叙述的有关明代的各个藩王 各个郡王这些记载 那么再加上无数的其他金银首饰 这些都是构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 成系统的一个证据链 这里被认定是陈寅的地方 那么张献忠拉宝的船到哪去了呢 沉船的埋场环境它保存着什么样 它实际上跟它的那个弟子有很大的关系 是这样子的 如果下面都是软笔一块 在黎沙的话它埋场的比较好 在江口陈寅这边它都是卵石 所以沉船能保存下来可能性很小 自众多的报名人员中 百里挑一而来的志愿者来自各个行业 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 志愿者一朝一世相模像样 考古其实并不神秘 当然进入考古工地之前 志愿者是要经过严格培训的 公众的需求是多方面的 公众的需求不仅仅是来看看工地 还有一批公众 想当业余考古学家 就想看看考古是怎么回事 了解这个 所以我觉得既然是公共考古 我们为了达到考古科学普及的目的 我们也应该根据不同的公众的需求 实至我们的面向公众的一些产品 在今发掘的优优独播剧场上 我们的朝鲜美学并发掘的优优独播剧场上 我来看组织的末竟然也要获得 要组织的国内 在译者里面在评论 等会有什么需要 可能是什么需要 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到 我来看组织的物件 在译者里面发掘的优独播剧场上 我们再译聘独播剧场上 我们再译发掘的优独播剧场上 对此考古人员抱有很大的期望